Omicron 病毒的资料越来越多 Omicron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 它传染的速度非常快 刚刚在南非出现时 大家都觉得传染的速度快得这么 交关真、假 有点懷疑资料的真确性 但后来发现它真的传染得这么快 在很多国家真的橫数四方 好像几何级数那样上升 现在开始有研究的结果 看得出Omicron 为什么会传染得这么快 它的成功指导究竟是什么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大家都知道之前有跟进疫情的进展的人 都会了解到RNOG 意思是什么 RNOG 基本上是平均一个人 如果感染了新冠肺炎 会传染多少人呢? 一般如果RNOG 等于3 一个人可以传染到3个人 RNOG 等于6 一个人可以传染6个人 很明显RNOG 等于6 传染速度应该比RNOG 等于3 大家都明白这个概念 但我们一直忽略了 究竟一个人会传染3个人 或者这个情况 一个人会传染6个人 究竟他用多少时间 可以做得到呢? 准确一点来说 一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他要传染给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又真的成功给病毒感染 中间要有多少时间呢? 这里牵涉到一个概念 叫做Generation Interval 感染由一个人 传染下一个人需要的时间 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是垂直的组 就是确诊的人数 下面就是时间 如果RNOG 等于3 即是上面这个情况 一个人传3个人 随着时间过去 慢慢的确诊数字 就会上升起来 如果RNOG 等于6 即是一个传6个 很明显就是随着时间过去 Case 上升的速度 比RNOG 等于3 那时候的环境 好了,我们就看看这个 升得这么快的图表有什么特别呢? 升得这么快的图表 RNOG的BASIC REPRODUTION NUMBER 其实跟这个蓝色线一样 RNOG 等于3 即是 就是这个情况 一个人传3个人 但为什么会快得这么紧要呢? 原来这个绿色线就代表 RNOG 等于3 同一时间 就那个 Generation Interval 就减少50% 即是只剩一半 即是本身 由一个人 感染了 然后再感染下一个人 那个人又感染了 时间 需要5天 这么计算 这里就变了两天半 变了这个时间 缩短了 这个 CASE 就可以上升得 极之快 即使 RNOG BASIC REPRODUTION NUMBER 不是很高 看一个病毒 传染得快不快 除了看RNOG之外 也要看 Generation Interval 最近韩国 也有些实际 研究数字出了来 法国 Omicron Generation Interval 即是一代和一代之间 那个时间 是明显短了 韩国 在Omicron 出现之后 他就有一些 教会爆发 个案 那就是说 病毒在教会里面 一个传一个 或者一个传很多个 他就透过 contact tracing 追踪那些人的 感染过程 就计出 病毒 一代和 全一 下一代之间 那个Generation Interval 究竟有多少 他们找出 平均的数字 Omicron 需要的时间 就是 2.2日 相比Delta Delta之前的数字 平均是3.3日 很明显 Omicron 这样的Generation Interval 就已经 缩短了 所以这个 可能是 使得 Omicron 传染得 更加快的 其中一个 重要的原因 其实这件事 都 不是令人意外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病毒出现到 现在 疫情到 今天 两年 很多地方 已经采取了 一些政策 很快 就已经做测试 很快就已经 确诊了 隔离 令到病毒传染开去 受到很大的阻力 病毒 受到这些 生存压力 很明显 如果那些 病毒 有一些特质 就会 令到 在 那个人 在发病之前 没有什么病征 就已经很快 可以传染下一个人 对病毒的生存 有个优势 实际上 事实上 似乎病毒 真的 採取了 这样的 取向 所以 Omicron 可以 跑出来 或者 准确点说 病毒 受到 生存的 威胁 生存的 压力之后 其中 有 这类 特质 能够 在 人们 没有什么病征 或者 完全没有病征之前 很快 已经传染下一个 那些特质的病毒 成为了最终 物竞天宅 的优胜者 虽然病毒有这样的优势 但是 似乎 犧牲了另外一方面的 特质 最近很多方面 包括香港You 甚至有其他外国的研究 都发觉 这个Omicron 病毒 在 上伏加基督 支气管 它的复制 快很多 但是 肺组织 的复制 能力 低很多 相对 应该引起肺炎的机会 减低了一些 这件事 当然 还需要多一些 实证 去支持 才能够100%肯定 我们继续为大家 跟进 Omicron的进展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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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